9次上課,那今天的話第10次上課 那影片的話我會陸續再把它上傳 不過我會貼一個就是清單 那也就是上個禮拜呢 大概原則上講的部分 我們大概來重點複習一下 那所以上個禮拜的話主要就是 講到有關那個XML格式 那XML格式相較於Jason 你會發現在那個 這個ECEL裡面 好像Jason 必須還要再仰賴一個 外部的一個模組 才有辦法轉換 那那個ECEL裡面的話 他已經有內建一些可以幫你把那個 XML的檔案可以直接匯入啦 不過版本可能也不能太舊 如果你的版本可能是2010以前的版本 那可能還是沒有那個 就是轉換XML的相關的功能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變成還是要自己要想辦法去寫出這樣的一個 或者解析的這個部分 那至於如何解析 其實有些地方我雲端上其實有放 但是因為受限於時間的關係 所以有些沒有講到 如果沒有講到 你們可以再參考一下 雲端上面的有一些 我可能沒講到的部分 那當然也就是主要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遇到 不管這個網路上的任何格式 也就是說它其實到底是類似的 也就是說你第一個要先把資料先抓下來 那抓下來之後的話 格式你可能無法解析吧 那主要我們是希望可以把它轉成ECEL 至少它會是一個表格的一個型態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啦 所以做法當然很多地方其實都是 當然如果也是有內建的功能 那當然是首選啦 為什麼 因為它就相對的 既然已經有功能 你就用內建功能 當然最簡單 可是呢 如果沒有內建功能的話 那你可能要想一下 有沒有其他地方人家已經寫好了 人家寫好 你套用就好 像那個Jetson那個什麼 Jetson Converter 那個就是人家寫好的 那當然啦 因為我是找到了 可是如果我找不到的話 那你可能就麻煩了 你必須要想辦法去解析啦 因為它解析不外物 就大瓜糊跟中瓜糊 裡面的資料把它變表格啦 但這樣怎麼做 你說自己寫有沒有可能 其實也可以自己寫 但問題自己寫的這個工程浩大 所以如果假設已經有幫你寫好的東西 一個像模組裡面的一個方法的話 那就最簡單 你呼叫他就好了 裡面有一個方法 Pass回來 結果就是你要的表格 那不是最簡單的嗎 OK 所以喔 以後假設你的格式又比較特殊的話 那其實也是類似的方法 反正就是想辦法把它轉換成Excel 那你說寫Python會不會更簡單 其實Python各有優缺點 其實之前都有討論過 那也就是說 每個工具它都有它的長度跟它的短處 所以其實我們是寫長補短 我是覺得現在使用工具的感覺 就是說 反正你知道這個工具哪個地方是它的強項 那你就用它的強項就好 那哪些是它的這個弱點 那你盡量就不是 你如果避開它比較弱的部分嗎 你用它比較強的部分 那相對呢 你用這個工具就用得很順手了 OK 那我其實常常舉那個什麼交通工具一樣 你遠程的話 你當然一定要高鐵嘛 對不對 那你近的話呢 你如果有個U-buy對不對 U-buy蠻方便的 因為有時候U-buy它比較激動一點 當然如果你假設啦 你說這些都不會啊 你不要自己開車的話 那這很累啦 開車也是很OK的 但是問題是開車變成說你 你就要自己要很辛苦的啦 如果長距離的話 或者是說呢 市區啊 你要停車幹嘛的 反而有時候更麻煩 因為現在好像大家的那個 那個路權的概念好像越來越強 所以我發現現在開車好像 不像以前那麼好 像以前可能 停車好像比較不會被人家怎麼樣 現在好像停個車 我發現現在身邊很多人都被檢舉耶 OK好像處處都有檢舉打的樣子 只要人家在旁邊想要有個拍照的動作 你就會很緊張 他是不是要檢舉我 我要被被被被 所以乾脆算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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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車好了 少開車就比較不會 那以前會擔心 除了檢舉答案之外 還有三寶嗎 路上還有三寶 或者很多那個什麼路路上有那個路 路怒症的那種人蠻多的 就是怎麼樣一下他就會很生氣 然後就跟你發脾氣 你只是想要跟他講說怎麼樣 他就很暴怒這樣 我會覺得 算了 所以有時候 這個 一樣的道理 工具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你不用工具 因為你可能走路 你走路也可以到 走路很累吧 有沒有 比如說你現在從這邊到台北車站 走路真的太遠了 OK 可是如果你搭捷運就很快了 好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主要是解決XML格式之外 另外的話 我們又開始做一個網頁的爬蟲 所以我也講到有個HTML格式 那HTML格式其實相當普遍 你只要是網頁 裡面就是背後其實就是HTML格式 那所以我們就是 舉了一些例子 那這個部分的話 主要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的講義裡面 雲端白板裡面的第五個單元 那主要我們是透過有一個物件 叫HTML file物件 去做解析HTML原始碼 OK 但是你要解析原始碼之前 你可能還要再做多做一件事 就是先把那個網頁原始碼抓下來 所以其實如果這樣講 爬蟲可能就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怎麼樣把原始碼抓下來 第二階段就是如何去解析它 把你要的資料解析出來 放在Excel的話那就表格 OK 那如果你講要解析到別的地方 你不一定表格也沒關係 反正你就解 但是一定要兩步驟 第一步驟就是把原始碼抓下來 第二個步驟的話呢就是怎麼樣 把你要的資料解析出來 因為原始碼裡面 其實它裡面的資料太龐大了 OK 所以呢待會也許請各位 一樣到第五個單元 那當然第一個你需要解析 至少要知道 網頁上面的主要的 它的怎麼樣構成 最基本就是HTML跟CSS 當然少部分其實還會有什麼 JavaScript的程式 不過我覺得 你就先不要把它弄太複雜 我們就從簡單開始 所以呢假設一個網頁 比如說我今天上禮拜 有介紹一個基本的網頁 這個網頁的話呢它大概基本構成 不外乎就是HTML開頭 HTML結尾 然後可能有一個Head 就是那個網頁的頭嘛 頭的部分有個頭 開始頭結尾 然後有個body body開始body結尾 不過主要我們要爬的資料 通常會放到body裡面 OK 那假設我要先模擬的話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網頁的原始碼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把這段這個程式 變成一個網頁的話 那其實蠻簡單的 你可以把這個Ctrl C 如果你假設要把它變成一個網頁的話 你是可以開一個什麼 開一個像那個記事本 就可以拿來寫網頁啦 所以很久以前我們其實是 記事本這邊 OK 把它拉到這邊 然後把它貼上 那這個網頁原始碼 你就把它另存新檔 好,另存的時候呢 那副檔名你就把它改成html 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這個是 這個網頁 假設我們這個練習的話 也許我加一個test 也許叫test 點 副檔名就點html 或者html 都可以啦 一般好像用html就可以了 那我把它存在桌面上的話 你按儲存 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一個網頁了 那你把它打開來 看一下桌面上 應該會有個 點 有沒有 test.html html 然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那基本上它就會是 有沒有 html 怎麼沒看到 我剛好存桌面嗎 看一下桌面 桌面 在這裡 這邊 在這裡啊 這個喔 這裡 你把它打開的話 你會發現有沒有 這個的話呢 打開就是一個網頁 他問你說用哪個瀏覽器的 那我用Chrome好了 打開 你會發現喔 裡面就是什麼 哈囉1 哈囉1 哈囉3 你說老師剛剛明明裡面的東西 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為什麼看不到 原因很簡單 也就是說你假設 把這個東西有沒有 像我們剛剛貼的內容有沒有 是這麼多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它最後顯示出來 它只有哈囉1 2 3 很簡單 因為將來的那些標籤 其實解析完之後的結果就長這樣 那你說老師它原來的東西在哪裡 你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有沒有 原始碼就出來了 也就是說啦 我們將來要抓這個東西 但是未來你爬 從爬下來的東西會長這樣 反正它不會給你原始的東西 就對了 那你要怎麼把裡面的東西抓出來 第一個當然你要知道 它到底在哪個標籤裡面 有沒有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不是有一個 用一個方法叫 GetElementsByTechname 有沒有 就是抓那個標籤的名稱 然後跟他講說 我要幫我抓P這個標籤 然後我要P標籤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就後面再加一個屬性叫InnerTest 就把裡面Inner InnerTest 裡面的資料呢 幫我把它擷取下來 所以上個禮拜好像我們做了一個練習 第一個就是 在雲端上面 我們第一個這個網頁 然後我們把這個網頁模擬一下 假設說你已經把它爬取下來了 爬到哪裡呢 假設我先爬到A1好了 也就是說我們先不要做爬 爬資料的部分 那我假設模擬我已經把資料先抓下來 那我先把它抓到A1 OK 已經 所以我們爬資料這一段就先不要做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只是希望說 我要取得這個原始碼裡面的HDD123的話 應該還記得吧 把它爬到B1這個地方 那如果我要做這個程式的話 基本上 雲端上面有啦 就是這個底下有沒有 如果要只要取這個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我需要用到有一個物件 叫HTML file這個物件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解析原始碼的話 主要就透過它 那把它create它 所以前面有個方法叫create object 那這個HTML file物件 等於是內建 基本上每一台電腦都有 你只是把它創造出來 讓它可以幫我做事情 OK 所以create object主要是 把它原來在電腦裡面的那個功能 把它叫起來 然後呢 把它變成一個Doc的物件 那這個物件裡面有一個方法 就是叫getElementByTechName 有沒有 所以我們後來有用到這個方法 所以這個方法是 因為HTML file物件裡面 它的一個方法 就是叫getElementByTechName 那這個TechName的話呢 它名稱就P嘛 那我就可以把它全部抓出來 並且串在一起好了 如果假設我要把它全部串一起的話 那所以上個禮拜就是這個 所以你們可以看上禮拜第一個範例 在第三頁裡面 所以這一段 我就把它Ctrl-C 然後直接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模組裡面 OK 所以這個 我們在VBA裡面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它貼上 那這個動作的話 基本上就是把什麼 把這個 先建一個HTML 物件 File物件 然後呢 再取得這個裡面的原始碼 放到 我的這個物件 這個叫Body.InnerTest HTM 不是 InnerHTM 意思是我就把這個原始碼 先塞到這個Body裡面 它就是 我這個Doc 物件裡面呢 就有很多原始碼 那我只要把這個 裡面的這些P 通通取出來的話 那我就分別把它取到了 取到之後的話呢 因為它裡面有三個 所以0 1 2 從0開始 然後分別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這邊的話 我有把後面加一個CHR10 加一個換行 所以先抓第一個 這個抓到的話 應該是HTML1 然後加一個換行 那再把它自己本身 再串第二個 就是再串第二個 那串第二個的話 實際上就是 其實就多一個什麼 自己本身有沒有 就是B1裡面的資料 再串一個1 叫HTML2 HTML2 HTML3 所以執行的話 應該就是什麼 HTML123 那當然我們有講過啦 其實 就是 如果假設你 不是 一定要抓P這個標籤 你說老師 那外面不是Body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Body來抓 對 是沒錯 所以如果假設 你夠 反應夠快的話 其實你GETM 你不用 一定要P 你可以用Body 一樣可以 可以把它抓下來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假設我把它這個地方 改成抓Body的話 好像更簡單 然後 前面的SET 後面這個P的這個名稱 其實不見得一定要叫P 如果你假設要改一個 比如說我只要Body好了 OK 把它改個名稱 好 那一樣喔 把舊的先清掉 這個不改 對不對 然後我抓的現在 變成抓這個裡面 的Innertest 所以我其實這一行 其實可以改一下 就OK 這個地方就可以把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Body 一樣是0 因為只會有一個Body 不會第二個 所以Body0 裡面的Innertest 換行也不用 所以其實 如果更簡單的話 甚至寫這樣就OK了 Body 點Innertest 诶 試試看 所以喔 我先把它清掉一下好了 當然它 程式裡面會真的清啊 不過我 所以喔 如果更簡單的話 其實你就抓Body 裡面的Innertest 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Body裡面一樣 一二三 裡面文字 就通通抓過來了 同樣道理 所以如果假設你說 老師那是不是同樣道理 我要抓那個什麼 抓那個 hello這個字的話 欸 那我是不是可以 可以把 這邊改成什麼 getElement takeName 把它抓 head 然後這個名稱看 你要不要改 你也可以改head 那一樣把head裡面的 Innertest 取出來 那不就hello 沒有hello 好啦 所以上個禮拜第一個翻例 大概就是講到說 如何從原始碼裡面解析 那主要的就是透過這一個 叫HTML File OK 所以喔 後面很多地方都是如法炮製 同樣的方法 那方法一OK之後的話 那再來就是上個禮拜 還有講到第二個範例 好像是 欸 第二個範例是在底下這個 它跟第一個有什麼差別呢 你們可以看這個原始碼 這個原始碼裡面最大的不一樣 嗯 好了 這個地方 範例範例二的部分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呢 其實喔 這個原始碼比較短啦 但是這個原始碼裡面的話喔 欸 有兩個段 有兩個P啦 剛剛有三個吧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多幾個訊息 前面沒有的 第一個就是ID OK 第二個就是class 那 網頁上面其實喔 我覺得第二個重要是class啦 標籤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它的class class很多地方有 但是有些地方沒有 所以 標籤一定會有 但是class不見得會有 可是如果它有 class這個訊息的話 那其實我們可以通過class去抓到我要的東西喔 所以假設啦 你們可以試試看 剛剛是範例一嘛 所以呢 範例二的話一樣喔 把這個 範例二裡面這個 第四頁的這個 HTML到HTML 這個地方喔 把它複製下來 那我現在開一個新的工 新的工作表 然後一樣在A1的地方把它貼上 那模擬一下啦 假設喔 它的原始碼是長這樣 裡面的話呢 結構也蠻單純的啦 一樣一定會有head 然後一定要會有一定會有body 裡面的話就放放兩個兩行字啦 一行就是我是段落1 一行是我是段落2 但是多了ID跟class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要取的資料 假設我要取的是 我是段落2 欸 我是段落2喔 那如果你是取我是段落2的話 那你不能用body 因為body裡面就是把兩個都取 取回 所以我假設只要取我是段落2 並且幫我放在這裡的話 欸 那要怎麼做 OK喔 你們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 再還給各位